《地球的怪兽》是2013年的短片漫画 由望远作《春天雄界》作画 以及《西村娟号女主》 本作也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英雄题材故事 和《一眼超人》一样 里面同样有着 望老师对于社会人性的反思 更有《一眼超人》的彩蛋 而本作的主角和《一眼超人》的爆破 有些相似 他的性格以及能力 如果说《一眼超人》中 爆破的能力和性格也是这样的话 是说得通的 因为望老师的作品 有时会加入自己其他作品的角色 比如波罗斯 所以包括我在内 有一些人怀疑本作的主角可能就是《一眼超人》中 爆破的原型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故事吧 地球 虽然有着优越的环境 允育着缤纷的生命 但在整个宇宙看来 也只能算是非常初级的而已 所以宇宙里的怪兽 当然也惦记着地球 时不时来进攻地球 面对着巨大怪兽的入侵 地球上也有着可以变成巨人的守护者 喂 那边的巨大鼻涕虫 我来做狸的对手 还有是 今年52岁的大神大吉 大神大吉的父亲 是因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家乡 流浪到地球的外星人 之后 他适应了地球的环境以及文化 并结婚生子 生下了大神大吉 外星人和地球人的孩子 大神大吉 也进行了能够自由巨大化的外星能力 不过 他平时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但在几年前 宇宙里的怪兽 盯上了地球 每隔两三个月 回来进攻地球 最况这些怪兽 人类的武器 跟他们都没有用处 这种时候 拥有外星巨大化能力的大神大吉 站得出来反击了怪兽 并且成功计算了怪兽 之后 每次面对怪兽的如亲 人们都会躲在地下的编战所 来观看电视直播 而本座的主角 16岁的中学生 大神大吉 也是人群中的一位 而他的父亲 正是神能战斗的大神大吉 同样 大吉也继承了巨大化的外星能力 但他非常不喜欢父亲的战斗风格 因为大神大吉 每次攻击怪兽 都是用滑稽搞笑的动作 又因为怪兽进攻的频率高 导致人们看直播 都成了看搞笑的节目了 这样一来 人们似乎也丧失了 因有的危机感 全部觉得观众 开开心心的看着战斗 而大帝越看越急 因为父亲之搞笑的战斗 都为别人 在当中笑话观看者 怪兽投降 这次大神大吉 依然搞笑的结束了战斗 这时 大帝的女同学 小石 跑过来庆祝大叔 战斗又赢了 但小石不解 明明赢了 大帝为什么还一副不爽的样子 你好烦啊 理赛不明白了 这次 大帝迅速避难以辛苦了 怪人 回老家信求去了 已经没事了 已经结束了 这次的怪兽 也挺弱的 上课时 大帝在偷偷地看着漫画书 英雄的故事 让大帝非常向往 英雄 我要成为英雄 嘿大神 大帝的同学们知道 那个战斗的大叔 正是大帝的父亲 下课时 和大帝讨论者今天的战斗 同学们都表示 大帝老爸的战斗 真的是太搞笑了 虽然每次 很慢才能找到怪兽的弱点 但每次 有多人胜利 这就和看小品之类的节目 差不多了 小时摸屏了 老爸的战斗 才不是给你们看的表演 这下 大帝彻底爆发了 对英雄懵逼的同学们大喊道 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 这些怪兽 苦痛的人类 根本就无法对抗 如果他老爸输了 地球就毁灭了 听到这些话后 他的同学 觉得大帝太过于正经了 这些事 他们当然知道 但既然 他老爸 要是演小品一样的战斗 也能胜利的话 那么 也不用担心什么了吧 而且 这样是欢迎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大帝却认为 他老爸 只是在被笑话而已 大帝认真地说道 他可是 拯救地球的英雄啊 稍微认真点 给他加油行不行 英雄 哈哈 他说英雄 不好意思 你叫老爸 是种感觉不大能西施啊 大帝的话 同学们觉得有些滑稽 他的老爸 根本就不像什么英雄 而是像搞笑一样 这个群家伙 看我把你们裁个稀巴嫩 这个时候 小石叫住了他 现在已经放学 小石叫大帝 一起回家 在路上 大帝还是一年不爽 小石对大帝说道 他认为 大家并不是 在拿大帝的老爸 开玩笑 原来 刚才大帝和同学的对话 都被小石听到了 这下 大帝更加不爽了 因为他认为 小石是个出了吃 只是睡 根本就没有繁荣的人 他不会明白自己的想法的 小石突然又是一个手刀 打到了大帝的头上 并说道 自己已经看穿大帝的内心了 大帝是因为 把别人用滑稽搞笑 看着他老爸的眼光 和自己想在一起 因为大帝 不想在以后 替他自己父亲出战时 还是这样 继续被别人嘲笑 用大帝的自尊心很高 没办法和父亲做的一样 这一起话 大帝顿时醒不了过来 这时 小石突然做出了 文明超人的经典动作 小石说道 像这样 每次使用必要记前 做出像动画里 英雄的动作 大帝应该是很憧憬的 这样 你就看出来了 大帝为什么不喜欢 老爸的战斗方式的 烦死了 说不怪 大帝马上跑开了 去你的 明天给我记着 的确 小石说的一点没有错 大帝看不惯老爸 大如同装傻一样的战斗方式 以及 那就当搞笑节目 看老爸战斗的群众们 大帝回到了家 直接重现他老爸 说道 下个怪兽 让我去战斗吧 肯定不行的吧 你还是小孩啊 我们不是约好 二十岁前 不可狙道化的吗 但老爸 马上拒绝了大帝 没错 他们之前已经约好 在二十岁之前 不能使用狙道化的能力 大帝激动的问到老爸 那种搞笑的战斗 难道是在当玩游戏吗 但老爸回答 自己是在很认真的战斗 大帝对老爸的回答 非常不满意 一怕的妈妈说道 他的老爸 保持这样的风格 也不是挺好的吗 好个鬼啊 但是大帝 非常不喜欢 这种明明关系的地球的命运 却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感觉 他认为老爸 和大家 都对此过于松懈 你知道 为什么怪兽 从来没有停止侵略地球吗 那是因为他们嫌得慌吧 是因为 被怪兽小瞧了 大众也好 怪兽们也好 我要让大家清楚明白 地球英雄 真正的厉害之处 老爸 下次 有我出吗 多说不可以了 这个星球 我收下了 跳蚤 格杀无论 跳蚤 七天后 又一只怪兽出现了 这次 大神大帝 站在了怪兽的面前 终于出现了 给我看好了 嗯 那你 居然是大帝 老爸 还没得及换衣服 这番蟹的大帝 凝聚的话 站在了怪兽的面前 妈妈也为此感到震惊 越南锁底 人们对于 这次不是大吉大叔 感到奇怪 什么 谁呀 喂 喂 那不是大帝吗 为什么是他聚的话的 这次大帝的聚的话 让同学们感到震惊和突然 小时也有大帝 捏了一把汗 下子 让你们瞧瞧 我们已经是特训的成果 下子 秒杀力 一击之胜 怎么样 下子 这世不可当的力量 这才是 所谓的英雄 太 太强了 对他父亲 完全不能相提辩论了 是啊 不过 有点太过头了吧 大神大帝 这激烈的战斗 把人群中的小孩子 都吓哭了 我赢了 滚回你们的星球后 告诉其他怪兽们 别小瞧地球 这么说 我赢了 感谢观看